就是最基本的除了一個清潔 卸妝這個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在怎麼懶都一定要用化妝水還有乳液 面膜就是加強使用它 那夏天的話我可能就簡單的化妝水乳液 但冬天會再加一個精華液 除了看片 因為其實演員很大的樂趣就是在看片 還有觀察人嘛 還有音樂 因為我自己以前是學音樂的 再來是我是近年很喜歡運動 除了有氧 對我算是喜歡做有氧多過於無氧像中訓的人 因為我覺得做中訓需要很大的毅力 還有一個是我很喜歡戶外運動 像應該說我很喜歡大自然 我很喜歡山啊 很喜歡溪水 我很喜歡塑溪 我記得我在學生時期啊 老師讓我們做一些什麼 柔軟度很差 坐姿提前彎 我就卡在那邊 然後什麼跑800還是什麼跑 後面都是慢慢在走 但是是 真的是人會隨著時間年紀改變 然後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很會啊 所以我才會想說去突破 進步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身體有些改變 然後 內外在 我覺得都會有挑戰 這時候會有很大的一個成就感 所以 基本上我對很多事都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 我真的做了 我覺得我沒有排斥 我有找到那個樂趣 我就會努力堅持下去去完成它 這樣說好 因為我覺得人生不管在做很多決定 就像比較大的決定 或是 都一定會有多少會有些聲音 去左右你 但你一定要去聽 自己內心最深層的想法 我的 我的觀念是這樣啦 就是我覺得一定要先自己去做 然後 除非你做了又覺得不喜歡 再退我覺得都沒關係 而不是說 會 這件事你一直沒做 然後你會後悔 可能現在這個時間點會覺得 一直想到過幾年又在想 不行 我就覺得不能後悔 我就寧願去做它 就算 不見得 一定是成功的 或者是你預期的 但我覺得 起碼你有去做這件事情 你有去克服 因為我是演員 所以我一定是在戲劇上面 希望可以 有不一樣的角色 可以給大家看到 現在還在選 在看 所以 希望很快有 新的作品 趕快跟你們見面 其實我也是開放性 但近期可能會比較想要 挑戰一些暗黑的 反派啊 就是不要再被我的外表騙了 那樣的角色 H- card Fundimana Fundimana Fund F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